2005年的一个周末在新疆乌鲁木济机场 空姐兰军像往日一样在登机口迎接乘客 他是一如既往的用微笑的职业的口吻对着每一个乘客说着 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 就在这个飞机舱门即将关闭的时候 最后一位满脸潮红的乘客呀 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了 嘴里呢还带着酒气 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是空姐兰军非常熟悉的一位乘客 小伙子一向行为儒雅 一副政府官员的作派 没想到这一次却是一身酒气呀 对方显然也认出了兰军 冲进舱门的时候 对着蓝军爽冷一笑说 不好意思啊 小时 来晚了 新疆的朋友太热情了 作为空姐中的佼佼者 蓝军面容较好 身段修长 一拼一笑都有着一股射人心魄的魅力 尽管每天都会接受很多乘客 但都是匆匆过客 很少能有人记住他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 蓝军经常啊 都会遇到这个儒雅帅气的小伙子 每一次都特别灿烂的看着自己笑 小伙子每一次都是西装革履 显得很有朝气 也很有文化 蓝军注意到了 每次到客舱之后 这个小伙子呢 都是拿出一摞厚厚的资料 聚清会神的阅读 往往在飞机落地的时候 都是蓝军提醒他收起桌板时 他才突然回过神来 朝着蓝军感激的一笑 往返几次之后 他们就面书起来了 但互相并没有更多的交流 这一次 善解人意的蓝军 看到他满身酒气 刚关上苍文 他就端了一杯水 给小伙子送了过去 小伙子连忙道谢 蓝军灿然一笑 却开始自已的工作了 起飞后 例行分发盒饭 蓝军将盒饭递给那小伙子的时候 他抽回的这个手里呀 多了一张名片 蓝军脸上微微一红 连忙把那张名片呢 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了 回到了操作间 蓝军把那名片拿出来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 胡汉城 国家开发银行企业局副处长 看起来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小伙子 竟然官制国家开发银行的副处长 这使得蓝军的怦然心动啊 他鬼使神差的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电话 在送水的时候压在了水杯下面交给了胡汉城 飞机到达北京之后 蓝军很快接到了胡汉城的电话 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 但是 矜持着蓝军还是蜿蜒血绝了 毕竟他认为留个电话是出于礼貌而已 此后 尽管两个人见面依然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 尽管蓝军对胡汉城颇有好感 但是并不了解胡汉城的底细 所以呢 他也不敢贸然的接受一个陌生男人的邀约 蓝军的同事们得知这个事情之后 都自怪他 说他不会抓住机遇呀 你那个胡处长 可是个技有股啊 在国家级的银行 想升官发财还不容易呀 用不了几年 就会成为京城高官 你不赴约 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那可是超级钻石王老五啊 放着官太太不当 你难道一辈子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伺候人吗 姐妹们的一番话 让已经28岁的蓝军开始牵挂起胡汉城来了 想想也是啊 自己身边的空姐 很多都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乘客 继而成就美好姻缘的 姐妹们的老公大多都是一些生意人 而像胡汉城这样年纪轻轻的京城官员 还是凤毛麟角啊 蓝军不禁有些烹饪心动了 毕竟自己的年龄啊 早该谈婚论嫁了 2001年 清晨节 在胡汉城的多次邀请之后 两个人坐在了北京的一家戏餐厅里 除了浪漫的玫瑰 巧克力 烛光晚餐 还有胡汉城的一番真诚的表白 通过这次交流 蓝军得知胡汉城 1966年2月18号 升于湖北 大学毕业后 分别到国家开发银行 仅用了十年的时间 便荣升副处长 手握国家重大开发项目的贷款批复大权 胡汉城之所以最近一个时期 频繁的往来于北京和新疆 是因为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建设 其中最大的一项重点工程是西汽东书 也就是建成连接新疆塔里木 至上海的全长4167公里的书汽管线 这条西汽东书工程 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建设 胡汉城负责到新疆指导和审查 这个项目的贷款 他在飞机上开的那些资料 全是企业提供的申请贷款的资料 在烛光闪耀之中 胡汉城把玩着酒杯说道 上百亿的资金都要从我手里过 我手一松就能批出去十几个亿 这可是国家的大项目 不能不慎重呢 当蓝军得知 坐在他对面这个比自己大六岁的帅哥 竟然手握上百亿贷款审批大权时 他一个年轻的心便狂跳不已啊 多年当空姐经验告诉他 这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成功男人 在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蓝军几乎把他所有学到的礼 发挥到了妩媚的至极啊 并且好保留的对胡汉城说 我老家是吉林农村的 我高中毕业之后考上了空姐 这些年来我一直单身 到现在我还没有碰到我的真命天子 胡哥你一定帮妹妹选个好对象 就按照哥哥的标准去找 蓝军温柔的把按哥哥的标准去找这句话 说的斩钉截铁 更使得胡汉城觉得突然遇到了 善解人意的知音呢 他顺口就对蓝军说了 那就找我呗 我喜欢你很久了 不然我也不会在情人节 邀请你共进晚餐的 胡汉城这句表白 使得蓝军感动不已 自己苦苦寻求多年的爱情 在这个情人节里突然降临了 他被突如其来的爱情给击中了 一场邂逅 以熏雷不及掩耳之势 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空中决炼 蓝军迅速的与胡汉城同居了 而胡汉城在去新疆乘坐飞机的时候 自然每次都约好乘坐蓝军值班的航班 两个人在飞机的操作间里 闪电般的飞快的轻吻 都能让蓝军回味许久 对于蓝军而言 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不但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也是他乡下父母最交心的事情了 自从与胡汉城同居之后 他用全部的身心爱着他 而看着胡汉城疲惫的往返北京和新疆之间 他是又快味又心疼啊 快味的是能够经常的与胡汉城 在乌鲁木齐和北京两个地方双宿双飞 心疼的是胡汉城又要工作 又要挤出时间陪伴自己太辛劳 从2002年开始 随着西系东书工程进入贷款的办理阶段 胡汉城来往于北京和新疆的次数 越来越少了 而此时蓝军一直被一种兴奋和痛苦包围着折磨着 要说飞机起飞之前 蓝军经常幻想胡汉城会突然出现在藏门口 他从来没有这样渴望见到一个男人 他觉得只要能和胡汉城在一起 他就是快乐的 当然蓝军知道胡汉城并没有出差 可他忍不住思念着他 此时的胡汉城早已经占据了蓝军全部的身心 2002年情人节之后 与胡汉城久别重逢的蓝军 接到了胡汉城的电话 让他落地后到朝阳区亚运村 说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 蓝军忐忑不安的来到亚运村一个高档小区之后才知道 为了让蓝军在北京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胡汉城在房价很高的亚运村租了一套两居室的高档住宅 他让蓝军去是签租房的合约 在首都北京生活成为京城高官的夫人 这毕竟是很多人的梦想啊 现在这个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蓝军岂能不怦然心动啊 蓝军兴奋的搬进了新房 他们度过了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更重要的是蓝军早已经无法忍受 两地分居的日子了 为了和胡汉城朝夕厮守 蓝军毅然决然的辞去了空姐工作 专心的在北京陪伴胡汉城 期望早一天的能够成为胡汉城的新娘 但是令蓝军感到不解的是 在与胡汉城同居之后 胡汉城却经常借口出差和加班 很少与蓝军同居 而且即使在一起的时候 胡汉城接电话的时候也是有意的避开自己 有一天 在胡汉城与别人电话中 蓝军竟然吃惊的听到胡汉城早已经结婚生子 顿时蓝军的心仿佛被扔进了冰窖之中啊 虽然蓝军爱胡汉城 但是他不能容忍他欺骗自己 尤其是他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 还要和自己通居 蓝军一边流泪一边撕使了胡汉城说 你不该骗我 你要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蓝军的啼哭和打闹之中 胡汉城也眼泪汪汪的对蓝军说 亲爱的 我的婚姻很不幸 我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着真爱 自从认识了你 我就离不开你了 我会尽快离婚 给你个名分 蓝军见到胡汉城 这样真诚的对待自己 也就释然了 此后他悄然的搬离了胡汉城 为他租下的豪宅 另租了一个一机于室住了下来 一个女人在尾身于一个心仪的男人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可以直讲感情不求婚姻 但是感情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最希望得到的同时 也是已婚男人最无法给予的 其实就是一个名分 这个名分不是情人 而是妻子称谓 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蓝军认真的说 我给你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能离婚的话 我不能给你做一辈子的情人 而事实上 蓝军很难理智的选择 与胡汉城分手 一是蓝军辞去了空姐的工作 再也回不去 也不想回新疆去了 二是蓝军在北京没有工作 也没有收入 无法独立生活 全部的生活开销 除了他以往的积蓄 还需要胡汉城的帮助 每一段感情都有延续性 不可能割裂一段感情 马上重新开始 尤其是需要 优于生活 而又依附于胡汉城的蓝军 没有足够的能力 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 豪车 豪宅 以及奢侈的生活 都是蓝军所需要的 如果来自农村的蓝军 从来没有经历过 当空姐时 灰心如土的畅快 他可能会安平乐道 但他毕竟曾经拥有过 同时还拥有了 他所深爱的胡汉城 这都是他无法割舍的 蓝军选择了接受现状 而这个错误的选择 导致了后来的悲剧 等冷静下来之后 蓝军深情的对胡汉城说 我爱你的 是你这个人 绝不会给你制造麻烦 我爱你 绝不是因为你手握 审批贷款的大权 也不在乎你当不当官 我一不爱钱 二不爱权 只要你对我好 我永远不会向你提出 任何非分的要求的 对于蓝军的这番表白 胡汉城也是异常的感动啊 他说 我虽然不能正大光明的 娶你为妻 但是你是我的人了 我是一个负责任男人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情话绵绵之中 蓝军呢 就被这虚妄的誓言给陶醉了 他没有决绝的离开胡汉城 而是心甘情愿的坠入了亲王 此后 蓝军像掉进温水岭青蛙一样 在胡汉城的身边 一待就是八年 直到检察院找上门来 他依然没有从这个虚妄的梦中醒来 包养一个空姐当情人 不仅仅需要男人的魅力 更需要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呢 仅靠胡汉城的工资收入 他连一个人的开销都不够 何况还要按时往家里交钱 自从蓝军辞职来到北京之后 胡汉城明显的感觉到金钱的压力 在捉肩见肘之中 聪明绝顶的胡汉城 不需要用脑子 就可以想到来钱的门路 权钱交易 虽然胡汉城官职不高 但是手握数亿元贷款的审批大权 多少人挤破脑袋 都想得到这些贷款 而审批贷款得到好处 也是不用动脑子就知道的钱规则呀 问题的关键是 胡汉城看不上那十万八万的那点小钱 要玩 要玩大的 而且要做的天衣无缝 必须要有靠得住的人 才能操作 第一个靠得住的人 在2002年秋天 及时出现在了胡汉城的事业之中 他叫做李向军 时任河南中原企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为了承建西系东书河南段的建设 河南中原企划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提出贷款 而胡汉城担任贷款项目评审小组的租场 评审报告指比人 两个人在办理业务时 脾气比较相投 交情很好 国家开发银行发放贷款主要有四个环节 其中项目评审是决定企业能否获得贷款的重要环节 胡汉城多次担任相关贷款项目评审小组组长 和评审报告指比人等职务 可谓是大权在握 李向军开出的条件令胡汉城大伪心动啊 李向军说你找一家中介咨询公司搞一份咨询协议 我们公司可以以此为名物支付六百万元的咨询费 钱到账之后咱们两个人评分 胡汉城想 一笔钱两头牵着两个具体操作者 而两个人得到如此巨款 当然打死都不说 那只有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了 于是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立即称兄道弟起来 李向军还趁机的让自己的孩子任胡汉城当了干爹 下一步就是找一个能够签订合同的公司了 胡汉城唯一的办法 是自己注册公司暗项操作 胡汉城是国家开发银行的处长 明目张胆的注册公司显然不妥 想用蓝军的名字注册公司 但是蓝军的户籍在新疆也不妥 这点事当然难不倒胡汉城 他脑袋一转 想到另一个人 这第二个靠着入职人叫做任何生 胡汉城在湖北老家的时候 私交最好的高中同学 现在是北京的一家画廊的老板 也是比自己啊 仅仅大三天的好兄弟 于是胡汉城找到了任何生 开门见山的说 大哥 我女朋友要成立一家咨询公司 没有北京的身份证 用我的不合适 我用一下你的身份证吧 多年的好兄弟相求 任何生想都没想 就把身份证交给了胡汉城了 胡汉城很快的就注册了北京 天中拦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直到公司成立之后 任何生才知道自己是公司法人 但是呢 他也并没有当回事 2002年11月20号 国家开发银行 与河南中原企划公司 签订贷款合同 金额为2.8亿元 2003年6月24号 国家开发银行 与河南中原企划公司 控股的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 金额为9.3亿元 在这两笔贷款的审批过程中 胡汉城担任贷款项目 评审小组组长 评审报告执笔人 贷款审批之后 李向军向公司提出 这两笔贷款呢 是通过一家中介公司的介入 才办得如此顺利的 需要支付中介公司600万元的中介费用 大家心知肚明里面的潜规则呀 李向军的提议被顺利通过了 于是 胡汉城拟定了一份 北京天中兰德资讯有限公司 与河南中原企划公司的咨询协议 由胡汉城盖好章 寄给李向军 上面签的是胡汉城书写的法人 任何生的名字 这笔虚假协议的咨询费 数额为600万元 事后依照这个协议 河南中原企划公司支付了600万元的咨询费 胡汉城就得到了其中的300万元 后来 这些钱基本上被胡汉城用于投资房地产和炒股了 2004年12月2号 国家开发银行与河南中原企划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签订贷款合同 数额为19.58亿元 这一次贷款经办人不再是李向军 评审工作也与已经改任国家开发银行企业局风险管理处 担任副处长的胡汉城没有关系 然而已经尝过甜头的两个人 顾忌重演 胡汉城再一次以北京天中兰德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 与河南中原燃气电力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虚假的咨询合同 收取了300万元的咨询费 胡汉城从中分成得到了100万元 一切都谋划得天衣无缝 对于这两笔钱 胡汉城不但对兰军守口如平 对自己的老同学任和生也是闪烁其词 而同样聪明绝顶的任和生当然明白胡汉城凭空注册一个咨询公司其中肯定有猫腻 公司注册后不久 在任和生的追问之下 胡汉城才承认说 中原企划有笔钱借给了天中兰德咨询有限公司 我用这笔钱炒股了 后来胡汉城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不妥当 这有独吞好处的协议 就改口对任和生说不是炒股 是李向军呢 所在的河南中原企划公司给李向军的奖金 钱已经退给李向军了 任和生担心自己担任公司法人会出事 叮嘱胡汉城要谨慎一点 胡汉城只好说 如果有人问起啊 就让他们找我和蓝军 这事跟你没关系 大家都是聪明人 胡汉城得到好处的事情 当然瞒不住 而任和生的聪明之处呢 就在于未相子是挑明 胡汉城因此对任和生是心存献疑 于是胡汉城觉得应该啊 给这个任和生分一杯羹 2003年4月至12月 胡汉城担任国开行企业局客户三处副处长期间 安徽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就安徽省的马鞍山至五湖高速公路的项目 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贷款 在贷款的过程中 胡汉城向自己的老同学 晚江高速的财务总监王俊平承诺能帮忙 并且提出如果贷款审批下来要300万元 和王俊平等人均分 于是王俊平便向公司管理层请示 得到应允之后 胡汉城指使任和生以北京世纪天泽投资有限公司的 将的名义签订了150万元的咨询合同 胡汉城为王俊平 介绍认识了国家开发银行负责受理申请贷款的人 并向王俊平等人提供了贷款流程和咨询 不久后晚江高速的贷款审批被通过 晚江高速的控股公司将150万元汇入天泽公司账号 这笔钱最后被胡汉城和任何称给挂分了 前前后后胡汉城供涉嫌受贿550万元 胡汉城所有的这个受贿过程全都瞒着蓝军 而且蓝军也没有从中拿到一分钱 在疯狂受贿所贿的过程中 胡汉城一连几天都不到蓝军那里 每次到蓝军那里呢 都是神秘兮兮的打电话 刚开始蓝军还以为胡汉城令我心欢了 但听口气是在谈贷款和好处的事情 蓝军有所警觉便委婉地对胡汉城说 我不希望你为我去冒险 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陪在我身边就足够了 你可不能因小失大毁了自己的前程 此时面对数百万元巨款诱惑的胡汉城 早已经像是一个红了眼睛的恶狼 他哪里听得进去情人的劝告 有一次蓝军在劝他的时候 胡汉城忍不住的呼叫着说 你老老实实待着 少插嘴 别管我的事情 我烦着呢 这时候的胡汉城确实正在闹心呢 在与任何生共同受贿新疆三联公司一百五十万元之后 任何生觉得这笔钱来得太容易担心出事 于是任何生提出退款 但对方觉得贷款已经顺利拿到 并不接受这笔退款 胡汉城得知此事之后 与任何生产生分歧 哥俩差点为此闹翻了 胡汉城担心的是 受贿的事情本来神不知鬼不觉 一旦退款漏线 那将是灭顶之灾 如此大额的巨款 使得胡汉城和任何生战战兢兢 但时过两年之后 悄然无事 胡汉城以为平安大吉了 也就心安理得起来 令胡汉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007年是国家开发银行的改制转型年 国家审计署和银监会分别往国家开发银行各地的分行下派了工作组 进行了三个月到半年的审计调查 审计署人员从国家开发银行的账目出发 在延伸审计中查到了相关名目 首先设计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王毅的前任秘书 设计2003年国家开发银行 河南分行对于当地企业的一个项目贷款 这是国家开发银行在郑州开展第二笔贷款业务 在贷款发放之后 这一家当地的企业从贷款的资本金中将一部分钱 以融资奖励的方式支付给北京一家房地产企业 以这家房地产企业作为管道 最终将钱输送给了王毅的前任秘书 尽管这笔钱非常少 却引起了审计人员的高度重视 审计中 国开行共处理有关责任人22名 其中免职两人 停职两人 通报批评18人 共涉及厅局级干部10人 在这些人员之中 除了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毅 最令人瞩目的便是胡汉成了 当审计到 由河南中原企划公司西汽东书贷款项目的时候 审计人员发现了 李向军与胡汉成当年内比600万元的咨询费 随即李向军将这个情况通报给了胡汉成 让他想方设法尽快堵上这个窟窿 得到消息的胡汉成顿时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啊 他在大街上转了半个晚上之后 最后想到蓝军 于是连夜就来到了蓝军的住处 胡汉成哭丧着脸对蓝军说 为了保障你今后的生活 前几年 我冒险收我一笔钱 整整三百万元 是河南一家企业 在贷款过程中给我的咨询费 当时还签订了合同 我签的是任和生的名字 钱是河南的李向军给的 为了收下这三百万元 我注册了一个叫做北京天中兰德的咨询公司 其中的蓝就是取了你名字中的一个字 天中兰德的意思 就是这笔钱挣来了归蓝妹你所得 当初这三百万 我没告诉你 是不想让你担心受怕 可现在李向军被查了 我现在得筹款退还这笔钱 只要退了就没事了 你别担心 蓝军一听胡汉成竟然为自己 冒着坐牢的危险 受贿三百万元 他大吃一惊 随即紧紧搂住胡汉成说 你怎么这么糊涂 我不需要钱 我只要你平安 这么多年了 难道你还不懂我的心吗 你赶紧把钱退了 退了不就没事了吗 这时候的胡汉成着急的说 我已经打听了 只要向相关部门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把钱退了 就没多大的事情了 顶多弄个党内处分或者撤职 但最关键的 是那份六百万元的咨询合同 如果我承认是我签的字 就必死无疑 起码要坐上十几年的牢啊 蓝军一听吓了一屁股坐在床上 那怎么办呢 我也没有好办法呀 胡汉成的眼神 扫了一下蓝军 低下头揪住头 我就说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 是你咬住 任何生的名字是你签的 那份合同是你弄的 你放心 你一不当官 二不管贷款审批 不构成犯罪 出事也找不到你头上 现在只有你死死咬中 是你弄的就能保住我 能成吗 蓝军一听啊 不知如何是好 能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 看在咱们两个七八年感情的份上 我求求你了 说着呀 胡汉成抱着蓝军的腿 身子软软的就瘫在地上了 蓝军吃惊吃鱼 竟然迷迷糊糊的就答应下来了 为了保住胡汉成 他决定无论对任何人 到按照胡汉成所说 死死咬出那份合同是自己签订的 反正自己也没拿那笔钱 而且胡汉成会很快把那笔钱还给人家 到时候检察院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了 坚定这个信念之后 蓝军还仔细的看了即便胡汉成给他那份协议 胡汉成知道这个痴行的女子啊 能够为自己付出一切 蓝军的承诺仿佛是一道救命的咒语 让胡汉成安心下来 他叮嘱蓝军说 一旦两天之内联系不上我 就说明我出事了 你赶紧坐飞机 离开北京 找地方藏起来 如果被抓到 一定死死咬住 是你签订的咨询合同 收的钱 蓝军想不到的是 胡汉成这样的叮嘱 是希望给办人员制造一个蓝军畏罪潜逃的假象 打乱办人员侦察方向 得到蓝军的承诺之后 胡汉成忐忑不安的等待着坏消息的到来 正如胡汉成所料 李向军很快的就控除他了 2007年11月9号 胡汉成被中纪委双规 在检查机关面前 胡汉成先是按照他与蓝军签订的攻守同盟 把责任推给了情人蓝军和同学任何生 把自己剥离的是干干净净啊 但是这种谎言 很快就被检方给戳穿了 在侦察人员强大的攻势面前 胡汉成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全都交代了 2007年10月15号 任何生被北京市公安局的西城分局刑事拘留 10月27号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逮捕 胡汉成2007年11月9号被双规当天 为求自保首先供出蓝军 称受贿行为是蓝军所为 与自己无关 检查机关根据胡汉成的供述 第二天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 抓住了准备到外地躲避的蓝军 2007年11月11号 蓝军坐在了审讯人员面前 此时侦查人员明确的对蓝军说 胡汉成因为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 作为证人 我们对你进行询问 你要如实回答 否则要承担法律后果 你认识胡汉成吗 蓝军如实回答说 认识 我和他是情人关系 你认识任何生吗 侦查人员又问 认识他是胡汉成的同学 蓝军又如实回答 你见过李湘军吗 侦查人员又问 见过不胖四十多岁 侦查人员又问 北京天中兰德公司 是以你和任何生的名义成立的吗 是 蓝军坚定的说道 侦查人员又询问 河南中原企划 和北京天中兰德公司有经济往来吗 有 我知道有六百万元进了账 还有一个协议 蓝军说道 协议是你签的吗 侦查人员问 是我签的 蓝军回答的很是干脆 协议内容是什么 侦查人员又问 蓝军对打如流的说 中原公司想从这个公司走账 我帮李向军转六百万元 并在协议上签了任何生的名字 这些话呀 都是胡汉成早就已经交好的了 此时蓝军当然不知道 胡汉成已经啊 全部都招供了 他依然天真的坚守着一个信念 只要自己死死的扛住 胡汉成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自己没拿钱又是老百姓 也不会有事 在此后几天的审讯之中 蓝军依然不松口 一口咬定是自己签订的协议 办理了六百万元的资金 由于蓝军在询问的过程中 把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蓝军与胡汉成 以及任何生的供述互相抵触 审讯一时之间就陷入到了僵局之中了 本来蓝军只是作为证人接受讯问 但是他坚称自己参与了受贿 使得这一起受贿案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检察机关于2007年12月14号 做出了逮捕蓝军的决定 因便将此案查得水落石出 此后检察机关调取了天中兰的公司的记账的凭证 银行往来支付审提单 中国光大银行电汇凭证收款依据 中国银行分户账股票账户等 以查证六百元资金走向 同时对蓝军在北京的住处进行搜查调取物证 接着要分别对胡汉成蓝军和任何生的笔记进行了鉴定 最后确认协议书上的签字是胡汉成所为 经过这一番折腾啊 蓝军在检方展示的多项物证面前是哑口无言 但此时他依然心存侥幸的为胡汉成辩护着 面对这个痴情的女人 侦察人员几乎有些愤怒的说 胡汉成早已经把他的犯罪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了 也交代了他让你编瞎话说协议是你代替任何生签订 你减轻他罪子的经过他早把你供出来了 你们的攻守同盟早就已经破裂了 你现在还苦苦的为他顶雷位的开脱 由于你做伪证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侦察力量侦办此案 现在你已经构成了包庇罪 难道你还要执迷不误吗 听到了这份话 在侦察人员出世正义面前 蓝军最后无奈的低下了头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当初胡汉成与他定立的攻守同盟 为什么在突然之间就土崩麻洁了呢 为什么胡汉成一个大男人就先软下来出卖了自己呢 2008年5月9号 在被整整积压六个月之后 蓝军因为犯罪情节轻微被驱报后审 2009年2月10号 蓝军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判决书那一刻 拿到判决书那一刻 蓝军禁不住 毁了一长流啊 一个情字毁了他的半生 没有人知道 他一厢的冤屈能向谁举诉说 更没有人知道 他下一步要去往何方啊 2009年2月12号上午 胡汉成因为涉嫌受毁人民币550万元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理 与他同时站在法庭上的 还有他的好兄弟任何生 这两个同龄的难兄难弟被带进法庭 人们首先注意到两个人头发都已经花白了 胡汉成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 举止斯文 被准许落座的时候 还不忘轻声的对身边的法警说一声谢谢 而任何生则是一直抿着嘴部说话 检方指控 从2002年6月到2004年9月 胡汉成在办理申请贷款业务时 与湖南中原计划公司副总经理李向军相识 在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多笔贷款业务的过程中 胡汉成多次提供帮助 并以提供贷款咨询为名 采取签订虚假咨询协议的手段 先后两次收受李向军行贿的400万元 检方还指控 2003年4月至12月 胡汉成伙同任何生 在安徽省一高速公路的项目中 利用相同手法 向该项目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索取150万元 事后赃款被二人获分 面对指控 胡汉成承认涉及550万元的事情确实有 但是他又说是我不懂法律 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认罪 当法官询问这550万元的去向的时候 胡汉成说 基本上都被自己用于投资房地产和炒股了 胡汉成称 他在撰写评审报告时没有假供击私 和李向军有经济往来是因为交情 他说我们在办理业务共处过一年的时间 我们脾气相投 我是他孩子的干爹 2003年6月 李向军请胡汉成帮忙成立一家咨询公司 以便将一笔奖金转入新公司账户 并且承诺给胡汉成分一半奖金作为酬劳 事成之后 胡汉成分到了300万元 面对公诉人说 你认为这笔钱是汇款还是报酬的询问 胡汉成说 我给他帮了忙 我认为这300万是帮忙取得的报酬 此后他又收下李向军的第二笔报酬100万元 对于起诉书指控的另外的150万元 胡汉成也坚持认为 这笔钱仅仅属于好抽费 而对于起诉书指控的其他收汇款 胡汉成仍然坚持认为属于好抽费 据其辩护律师介绍 对胡汉成的调查 始于国家开发银行改制前的审计 而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毅 也是事发同次审计 六有巧合的是两个人都分别牵涉到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的一笔贷款 而与两个人同时被审计出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层十余人均已经根据涉案的数额和性质由纪检部门与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胡汉成是其中第一个进入庭审程序的 比胡汉成其实更令人瞩目的是王毅 2009年1月22号 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一则重大新闻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例 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监察部审议 并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 决定给予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毅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到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签发逮捕令 以涉嫌受贿罪对王毅实施逮捕 2008年6月8号被中纪委双规的王毅案 终于有了新进展 随着王毅胡汉成等人落马 国家开发银行陷入尴尬境地 也再一次敲响了金融监管的警钟 那以往我们看到东窗事发的这些官员们 在法庭上都宣称自己不懂法律 还觉得好笑 但是今天我们再次看到胡汉成 说出同样的话 已经没有办法叫出来了 翻船的这些官员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 再加上经常的政治学习 你要说他们完全不懂法律 那是连鬼都没有办法相信的 再说了 哪些是你该得的 哪些是你不该得的 这个基本道理谁都懂 胡汉成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法庭上 以不懂法律为理由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这个理由是如此的无力呀 在法庭上胡汉成说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我感到非常羞愧 公诉人马上反问了 你既然不承认自己受贿 又有什么好羞愧的呢 老刘想说呀 大凡贪官呢 除了贪婪 祸到临头 往往要拉上一两个垫背的人 为他开脱罪责 而这些鼎雷的人呢 往往是贪官的挚爱亲朋 这个案件当中的蓝军和任何生 一个是胡汉成的情人 一个是他最好同学 都被胡汉成拉下水了 那我们在可怜这两个人的时候啊 也不能不看到啊 他们都是对胡汉成有所图的 任何生为了分一杯羹切不说 空姐蓝军辞职进京 甘当情人 他之所以为胡汉成顶雷 其实更是为了将自己不劳而获的 安逸生活继续下去 靠情夫贪赖的钱 生活了八年 又去为贪官顶雷 蓝军受到这个惩戒呀 应该说是罪当其罪呀 发生这种写儿 寻规则 远risk 词